謝謝 給你們一個機會 昨天台中東區在地市場 韓國瑜陪著同黨 新生代立委候選人掃票 就算國家級警暴狂想 也沒受到影響 台中務首來者不拒 市場內被支持人超級的水泄不通 現場氣氛相當的熱烈 雖然韓國瑜人氣旺 但是他的發言爭議卻不少 不要到了選舉只剩下三天了 哪個韓國瑜看不起勞工 我們自己都是辛苦出身 我們憑什麼看不起勞工 選舉到了這樣的抹黑造謠 一點意思都沒有 日前他在桃園的造勢晚會上 說出了礦工的小孩 怎麼能當上副總統遭統批失言 但韓國瑜反駁是綠營 以及部分的媒體曲折抹黑 雖然引起了不少紛爭 但韓國瑜位列藍營 部分區立委第一席 被同黨拱上黨立法院長的呼聲 還是很大 一起跟韓國瑜市長 也是我們未來的韓國瑜院長 一起來掃在我們東區和太平交界 好的星光市場 另外也有資深媒體人指出 韓國瑜成為下一任黨主席呼聲也極高 成為藍營的重點人物 卻似乎梅根也在台中的現任主席朱立倫同台 還被陳佩琦指出與柯文哲感情交好 對此韓國瑜都不願意回應 市長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先拜拜 謝謝 跟柯主席的感情好嗎 之後要考慮黨主席嗎 拜託 持續跑行程倒數時刻 繼續幫藍營拉選票 TVBS新聞陳情侶大反映 SNG小組台中採訪報導 1月13日 鎖定TVBS新聞網